女孩跟着自己的恩人参加应酬 对面的客户朱总老是对她动手动脚 一会儿灌她酒 一会儿又摸摸她的小手 女孩全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不适 朱总看出了她的嫌弃 可她不以为意 反而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你这么害羞的话 以后演艺事业怎么能有保障 说着那只咸猪手又摸上了她的肩膀 旁边的老颜健壮赶紧替女孩解围 假意向朱总敬一杯酒 却故意泼在女孩裙子上 让她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悄悄叮嘱她去了就别再回来了 可朱总早已识破她的伎俩 竟然又将女孩拉了回来 还说五颜六色的才好看 说着就让沈姐和老颜退下 留下女孩单独陪她就行了 沈姐离开前 赶紧将合同拿出来让朱总签字 她却故意将纸搭在女孩那漂亮的大腿上 大笔一挥写下自己的名字 为了感谢女孩这次的帮忙 沈姐拿出五万块给她当作是报酬 女孩本不想说 毕竟沈姐是自己的恩人 可沈姐坚持要给 女孩这才勉为其难收下 女孩从小失去了父母 和弟弟相依为命 这十多年来亏得沈姐一直赞助 他们姐弟生活费和学费 如今她才能考上大学 这让她感激不尽 而她不知道的是 真正资助她的其实不是沈姐 而是另有其人 当年老颜和沈姐是一校的同学 毕业没多久老颜从沈姐那里得知 她经常到一个山区演出 那边有一批需要资助的小学生 于是老颜便托沈姐开始了 对女孩姐弟长达十多年的资助 这让女孩一直以为 自己的资助人就是沈姐 老颜这人做事不求回报 所以也觉得无所谓 可如今沈姐却利用这点 让女孩出来帮忙应酬 老颜顿时觉得这事变了智 想着哪天找个机会和女孩讲清楚 沈姐却要求她保持沉默和维持现状 不要破坏国际秩序和规则 女孩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跟弟弟抱怨 今天那朱总对她做的恶心事 自己一直想着好好报答沈姐 所以才经常陪她的客户喝酒 酒席上的种种不快 女孩也尽力地忍受着 可没想到沈姐如今却变本加厉 让她陪朱总这么恶心的男人喝酒 女孩不想再去 可又觉得对不起沈姐 可要是再有今天这样的事 她又觉得恶心 她希望等沈姐这笔生意彻底谈妥了 自己也许就能解脱了 却不知她的这种报恩 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祸事 懂事的弟弟告诉姐姐 自己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沈姐 这样姐姐就不用再受这份罪 这让女孩颇感欣慰 可第二天她突然发现 沈姐给的钱不一而非 那么怎么回事 难道是弟弟拿走了吗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女孩匆匆赶过去 发现弟弟被人绑了起来 原来弟弟欠了对方八万块 她说为了让姐姐尽早脱离苦海 她跟朋友合伙做生意 没想到被人家骗了 才欠下这么多钱 女孩赶紧让她拿沈姐的那五万把钱还了 可弟弟却说已经还了 但是还差八万 这可真是个帮倒忙的废材弟弟 女孩只能再次去求助沈姐 此时沈姐的公司财务陷入困境 急需朱总那笔投资来帮助周转 可对方的钱款迟迟不到位 说到底就是要求女孩陪她一晚 为了公司 沈姐再次打起了女孩的主意 她拿出十万块给老颜当封口费 要求她别把资助的真相告诉女孩 老颜不愿意答应 她不想让女孩再被沈姐摆布 可如今沈姐也几乎走投无路 眼下就剩下女孩这根救命道走 老颜此时也陷入两难 当初自己事业一直找不到工作 差点要跳楼 是沈姐好心收留她 她才有今天这位置 一提起就是老颜心也软了下来 那边朱总失去了耐心 直接将话挑明 她之所以投资这些演艺公司 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赚钱 其实就是想在这些年轻的 女艺术生中找找乐趣 眼下她看上了那个单纯的女孩 如果沈姐不想办法帮她得逞一次 那合同她便不会履行 如果沈姐要打官司追究她违约 她就耗着 只怕到时沈姐赢了官司 她的公司也撑不到那一天了 想不到朱总对自己的近况一亲二组 沈姐只能缓兵之际答应她的要求 刚好这时女孩又找上门来 说遇到一点急事 想借点钱 沈姐二话不说将本要给老颜的十万拿给她 女孩感激不尽 但这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沈姐意味深长地说今晚和朱总又有一个饭局 希望女孩能赏脸来参加 女孩还以为跟以前一样的饭局 顶多忍受一下朱总那恶心的闲猪手就行 却没想到今晚会成为她一生的痛 那边沈姐让老颜订好了饭店 并在楼上开两间房 老颜非常惊讶 难道沈姐这次真要将女孩牺牲掉吗 尽管她极力劝阻 可沈姐依然坚持自己的计划 而老颜也把话撂下了 只要自己还在 就不会让沈姐得逞 沈姐叹了口气让她别冲动 自己有计划 不会让女孩受委屈的 你可别横插一脚 到时搞得公司破产 上百号人失业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老颜只能按她的要求订了饭店并开了房间 那边酒席上朱总假装喝醉 沈姐便让女孩一起将她扶到房间去 朱总嚷嚷着要喝水 沈姐便让女孩去楼下买点高档矿泉水回来 等女孩回来的时候 老颜拦住她 让她别送水了 还神秘兮兮地给她换了一张房卡 让她到另一个房间休息 千万别跟朱总碰到一起 可谁能想到却闹了乌龙 这间房其实才是朱总住的 老颜相当于好心办了坏事 沈姐并没有想让女孩用身体来换取利益 她想牺牲的其实是自己 倒是让朱总误会是女孩陪的她 这样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老颜的好心却换来相反的结果 女孩就这样被朱总糟蹋了 她委屈而愤怒地跑到了天台 想要结束这痛苦的一生 两人赶紧劝她别做傻事 老颜告诉了她资助的真相 一直以来不是沈姐帮的她 而是自己 今晚自己本意是想拯救她的 可没想到闹了乌龙 真是对不起啊 女孩委屈地哭了 她不知道该怪谁 或许妖怪只怪自己以为受点委屈 帮助恩人达成利益 这样就算报恩 才会一步步酿成今天这局面 报恩或许有很多种方式 但最好的方式 大概是让自己成长为大树 这样就有更多的人承受到这份恩情 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女孩 你能原谅老颜的过失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